随着持续进入春夏 气温也明显的升高 冷气空调对于在校上课的学生来说 有其必要的 而去年6月间 市府宣布要用三年编列12亿的预算 来让桃园市国中小的教室多装冷气 但目前的进度缓慢 教育局长面对议员的质询 表示还在做电路普查 确定赶不上今年的夏天 最近气温节节升高 逐渐要进入开冷气的夏天 去年6月 六都布约儿童宣告 要施行国中小教室全面装冷气的措施 而桃园进行到目前的进度 也在议事堂上受到议员关心 只是教育局给的答案 似乎让人不太满意 目前的进度是我们先普查 改善学校的电源的情况 现在电源要改善完地产 然后装热冷气 对啊 我说局长整理今年做好了 都已经冬天了 既然去年我们就开始编预算了 就知道今年会有那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呢 到现在你还在普查 政策确定后到现在快一年 只是到现在还在普查 进度确实过于缓慢 另外众多学校关心的电费增加问题 目前也还没确定如何解决 有市议员提醒教育局 要赶紧从预算以及争取优惠上来着手 电费 其实很多校长都很担忧 那这个部分本席建议我们教育局 在这一块的预算是不是要再重新再去思考 看如何或者是透过某些单位 再跟台电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商议更优惠的价格 在教育的部分 按照教育局规划 今年预计有三所示范学校完成建制 未来会以九年级与西晒的教室为优先 不过在按照目前进度 明年能否开始装设 依然有很多的变数 好日有声新闻 林德操议会采访报导